当时我记得在华盛顿有一天跟当时几个人谈 我一说红山资本 我记得特别清楚2016年年底的时候 整个华盛顿都政治变化 方普选总统 我一说红山资本是美国的威胁 哇塞那两个人 哈哈哈哈大笑 Miles红山资本是美国人相信的资本 我说沈南鹏是吗 好你们继续相信 我给大家说过 十个马云也不如一个沈南鹏 再加上你马云马化腾 再给你大爆一下子 你也赶不上一个沈南鹏 对美国可以说野心勃勃的 要在美国律师界 法律界 军界 情报界 国会山 有组织有计划 当时是海航 然后是王健 最后才是马云 然后最后才是马化腾 但是在他们没来之前 红山资本已经把美国早就拿下十几年了 像吴征 像沈南鹏 那是人家生下来 从人家妈肚里边都是特务的级别 因为人家家就是所谓的根红苗正 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 创始是股东 对吧 这才是关键 人家到美国来接受教育 包括拿绿卡 拿身份 认识人 吃饭 都是有安排的 对吧 最后红山资本在美国 整个媒体 科技领域 在美国 华盛顿 叫K街 你看他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 到今天 就包括到现在 如果说有一个影子政府 Shelter Government 中国共产党的 那红山资本是其中这一个 红山资本的另外一个小技是谁 就叫PAG 太平联盟 是中国人的 你带走